这是Mairo Tutorial, 教大家如何使用DispaceBand Map 去生产一个Terrain 开一个新的Project 开一个新的Project 我预先设置了一个叫Landscape 记得你们做的时候 开一个Project Window Accept了 试一下save一次 如果在Landscape里面就OK 我今次用DispaceBand Map 所以我就拉一个Project 现在是1乘1 10乘10 我试一下拉大它 它是5050 Subdivision我试一下现在用1 这个一间会再改的 给你们看一下有什么不同 OK 有一块Project 在这里 那我就用 HyperShade 开一个 Blean OK 改名 它叫做Landscape OK 我给它 那我就会在3D Texture 开一个Creator RGB 那我改了它 改它做白色 灰色 和黑色 这些我先不要管它 你动它的话 其实你会看到 图有些 改变 但我保留了Default Value 这些我都不动它 那我将这张图 按着Mouse 中间按针 扯进去 Material 按手 用Default 你会看到它拉了一条线 你应该在这里 如果开着Haria Texture 你会看到 这里会有些黑色的东西 OK 你要做的就是 把Projection拉大 这个将会是你的地形位置 白色的地方代表最高 黑色的地方代表最低 那譬如我 左右选 选一个你喜欢的地形 例如这个类似一个 户的地方 OK 那我开完之后呢 我会开多一个 Dispacement Dispacement 会是拉给Shading Group的 就不是给 Shader 所以我就 按住去右击 按住这个 Material 开Graph Input Output Connections 你应该看到这里多了一个 Blin 1的Shading Group 拉回Dispacement 我把同一张的Clator 按住中间按键 Default Line of Shading Group 一样Default 你应该会看到 一个这样的模样 按出Clator 你会发现 这里有一个 Alpha Gain 和Alpha Offset Tick了Alpha is Luminous Alpha Gain 我试试较大一点 这个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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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把它转回Mental Rate Quality set高一点 OK 那我就Render 尝试听到 you know 那你见到 其实现在已经 done 这一个地形 出来的 凹凸 common 还有凹凸看出来的地方 видите现在很多 气格 一格格 是什么? 其实其实是可以修改 我重不同啦 你 해야و 想看刚才我用了Subdivision 1 如果我現在Render的話,即是剛才那張 你看到很多格,很亮 我測試 我嘗試把Subdivision拉大,例如拉到10 現在有10格,我再Render 測試這張圖片 那你發現,是有分別的,你看到是精細了 我嘗試再拉大一點,拉到50 再Render一次 我這張也測試 你看到Render的時間久了 但是我再看的話 你看到它是精細了 但是你說是否再設定高一點就好呢 其實都不是,設定到某一個程度 其實你見到已經沒有分別 例如50和10 其實分別不大 除非Render的Resolution又很高 我現在來到這裡,其實這張黑白的圖片 其實是沒有用的 我會拔走它 拉到Lenscape 這張Creator 下來 這張Creator 下來 到一個Color Map的位置 即是這條Connection 是沒有用的 你見到上面寫著 Creator 1.O Color 就去Material裡面的Lenscape 那我不要這條 直接按下去 Delete 我再看現在的圖 灰了 但是你Render出來 是一樣有些高低文的 OK 那我現在來到這個Creator裡面 嘗試把Alpha King更大 把Offset更小 再Render一次 按下Render 那你見到現在 高的地方是高了 低的地方還是低了 文理也好像深了一點 其實這個就是最高的地方和最低的地方 那我現在 你見到 你自己可以嘗試拉高度 那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Key 其實是可以 落 Key Frame 的 那即是說 其實你可以看到 地形慢慢升起 或者慢慢降低 也沒有問題 OK 那來到這裡 我會給你一個文理 例如我想下三個文理 例如我先下一個文理 很簡單 在Color Map那裡 選擇File 選擇你的想要 例如我想要是一個草地 我有一張下載了 然後我看 Oranda 那你會見到它鋪滿了 但是呢 因為它的質感比較大 所以你會見到 那些草很深 你要調小一點 UV UV在這裡 這張UV是屬於這個草 例如我想再重複50次 OK 我再Render一次 50次可能太多了 我嘗試20次 OK 你看到開始有些草紋了 那 有時候 其實未必 是想要一張texture 鋪滿整個地方 那 譬如我想鋪滿三張texture 高中低 那其實怎樣做呢 我可以刪除一張texture 一樣 我開一個 clater 我想拿三張畫 一張是石紋 一張是泥地 一張是草 一張是石紋 所以我照樣打開畫 按三次 按三次 我開了三張 畫 讓我放在這些位置 OK 現在有很多散修修的圖 你現在就要連著它 那怎樣連呢 其實就譬如 我想最高的地方是一個草地 我選草 然後 按一個名字 第二個地方是一個石的紋 第三張 第三張會是一個泥地 按一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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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我這張圖 這張UV 我是自己拉過來的 而如果我把這張texture貼上去的話 我想基於我升高的高度而貼 所以我這個UV是沒有用的 我刪除了 我跟它說 其實 把Creator 是用同一張UV OK 第二件事 就是把你的圖 放回去 你有三張顏色 紅 綠 藍 那 告訴你 白色的地方 原本這裡告訴你 是最高的 那白色的地方 原來是石紋的話 那 你拉過去 按住中間按鈕 再拉過去 第二個是草地 第三個就是泥地 可以 OK 我現在又再重複一次 这堆东西 忘记再告诉我,其实是在这个Shading Group 我将这个Creator拉过去 Default 你见到现在 Lenscape其实是有一个Creator,而Creator是有三种Texture造成的 我现在再Render OK,那你见到了 但其实你再Zoom近一点,你会发现 Texture其实就不太精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因为你的Texture不够大 要拉大它其实是一样的,跟刚才拉大的UV一样 然后,草的UV,例如我想Replace10次 石文也是 它也是 其实是可以Delete的 你告诉它,其实它们是用同一张的UV OK 都是Replace10次的 再Render一次 那你现在就可以得到一张 纹理很精细 下面泥地 中间的地方是一个草 最顶的地方是一些 石头 石纹的地方 那我把它调整成一个Lamper 那我现在把它调整成一个Lamper 那我现在可以招作Render 可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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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那你现在有一个山西的图 那现在呢,你也是只有一个Prain 那其实如果我有些东西想对位,譬如我想放一个圆形在山顶 那我怎么放呢?其实你现在是放不到 你要做的就是要把它调整成一个 Dispacement to Polygon 把它调整成一个Polygon 这个Polygon就是你的 Dormatory的地方 但是呢 你看到Polygon count很高的 十几万个 很少会这样使用的了 其实 那我们对位,譬如我现在想放一个 我想Render一个 圆柱体 在这个山上 比如这里 好 OK 那你删除了它 那你就可以放到一些东西在本来你要放在高度的地方 呢 看着我这边 如果我在ç了一个的的话题 如果 或者我们再放到新墙